零一六 军营大拜年 在其卫兵服务新增城 体验变观风花雪月 寻找海岛红色基因 聆听战友高原放歌 领略海空雄鹰神威 感受大漠逐渐风采 展示国舰军全新风貌 属风流人物 团看今朝 从除夕到除六 每天下午陪您过大年 东西南北军 军营大拜年 今天我们军营大拜年 为了小军队来到了一支 历史悠久 战斗捉住的英雄部队 那他曾经的抗战者 林海雪人的东北大地上 白山黑水啥也别说了 就是当年在我老家那边 打过很多的四肢上 没错 那他的就是著名的 东北抗联 英雄部队 这次来到英雄部队 慰问我们感觉特别特别的高兴 你看我身后有很多的 艺术家歌唱家 那这个是我们来自部队的一位 非常漂亮的战友 随着做介绍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呀是来自东北抗联 英雄部队的宣传干事 我叫郭亚 郭干事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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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干事 你这是拉着我们段凡天 这是准备去哪 我呀要带老师们去 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听闻各位老师来呀 我们战场非常激动 然后准备了一个大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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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各位老师别着急 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 我呀先卖个棺子 等到了 大家就都知道了 老师们,我们到了。咱们这边。 老师们,这不是一般的训练场所吗?设计坂场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坂场啊。有什么特别之处给我们大家说说? 这是二班的坂场。 其实这些战士们都是我们部队的神枪手。 各个都是神枪手?对。 咱们一起欣赏战士们,为我们打一轮好不好? 好! 将军机兵器,前进! 莫子撞子! 开始声音! 说不好。 小郭,能不能把神枪手们请过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 当然可以啊! 。 电视机前的战友们,咱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我叫叶小青,云南楚雄人,现为炮屁流炮林战士。 云南楚雄人,我老乡,欢迎一下好不好? 我叫李杰,来自河南县阳,现为一用一连班长。 云南老乡,我老乡,我老乡。 我叫杨涛,河北保定人,入伍十三年,现任景臣连针扎派班长。 杨班长,报定的,我老乡。 我是李先鹏,来自江苏苏千,今天入伍第九年,我是二英文术。 小李,江苏的,我老乡,老乡,欢迎一下,欢迎一下。 我叫葛东,来自四川仁寿,现任五年四班班长。 小李,我老乡,欢迎,欢迎,欢迎。 我叫张国宝,来自内蒙古呼号的市,现在是一名庄亚车驾驶员。 内蒙的,内蒙的,我老乡,我老乡。 我叫葛志成,来自云南楚雄,现任甘巴连一班班长。 中气十足,欢迎一下。 我叫李刚,来自天津宁河,现任甘巴连三班班长。 骗骗的,骗骗的,我老乡,骗骗的,欢迎,欢迎,欢迎。 战友们,他们表现好不好? 好,好。 卓东老师我有个问题,你说,你说。 您这到底是哪里人? 怎么各个战友都是你的老乡? 哎呀,在部队,我看的哪个战士都像我老乡。 那这些战友都是神枪手, 他们这个神枪手的技法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们的秘诀在靶纸上。 不是都是一般的那个胸环靶吗?还有什么? 可不是。 来,请老师们看看。 好,先尝一下,来来。 啊? 这个鬼子我可认识。 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边的日本的山田。 对。 高家庄,超庄,马家亨。 就是啥,就是啥,是不是? 就是啥,没错,没错, 哦,这是搁在靶子上。 对。 哦,这真是有特色。 我明白了。 你们啊,是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训练方法来激发战士们的训练斗志。 没错。 这个,这个我也认识。 这个是平原作战里边的松井方华老师朱雁。 哎,哎,当年他弹那个琴的时候, 叭啦叭啦一声气,是吧? 那个李翔阳,李翔阳在城里吗? 看看号本是谁? 杜边。 哦,地雷战里的杜边。 啊,没错,没错。 哦,揪山。 李翔和红灯记里的,揪山队。 啊,不是很容易吗,打这个? 这个呀,可不仅仅是打上就行了呀。 我们呀,打得更细。 哎,怎么的细法,跟我们说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指哪打哪? 没错。 这个如果说指他左眼,你就能,不会打到右眼上吗? 不会。 哎呀,太好了。 一会儿,一会儿,我提个要求,一会儿你设计, 能不能打这个山田这个人丹湖上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可帮我解析了,一会儿咱们欣赏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个战友,给你在看一个任务。 打这个揪山的左眼怎么样? 绝对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 好。 你是江苏的对吗? 是。 哎,对,我也是江苏的。 来,咱俩老相,来。 我觉得就打这个耳朵吧。 你看他的耳朵长得像精灵一样。 好,能完成对吧? 能。 好,相信你啊。 加油。 刚才说打耳朵,打耳朵不要命。 我感觉打这个门了头,这个上面的耳朵,打他那个最要害的地方。 那个抱定老相呢? 保定老相。 我是保定的。 我希望老相给打一下。 好,我们的任务已经派发完毕。 战友们,有没有信心? 有。 好,你们做一下准备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哎哟,好,太准了。 太准了。 哎哟,我怎么感觉你这都憋了。 哇,漂亮。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哎哟,太漂亮了。 哎哟,太漂亮了。 哎,那个我们战友们都打完了。 葛班长,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去咽咽拔好不好? 好。 好,走走走。 第一个是揪身。 揪身。 是打的什么部位? 左眼。 左眼。 左眼睛。 我们来看一看。 哎哟,两眼。 哎哟,是这样的,打成这样的。 这好,这好。 那看看下一个。 耳朵。 耳朵。 哎哟,你看看这。 哇。 真的是耳朵眼。 哎哟,估计听不着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第三个是这个,李进军说点的是松颖的脑门。 脑门。 命门。 哎哟。 哎哟。 哦,这,这个,这脑门应该是准确一个在这,它基本差不多,也是脑门。 因为你是这个,贩度比较大,是吧? 啊,也挺好。 哎哟,这真棒。 啊,这是我说的这个,要打仁丹虎。 仁丹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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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有,你看这嘴鞋有块,打得太准了。 太像你了。 打得太准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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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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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些战友,果然各个都是神枪手。 嗯,名不惜传。 哎,我想他们就是用这样的训练方法。 接地气,并且呢,是提示气。 没错。 我们部队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优良作风和过硬素质, 全都给提升上来的 哎呀 为了表达我们的激动的心情 这样吧 咱们跟战神们一起唱一首 打把跪来好不好 好 雨落西山 预备 唱 雨落西山 红霞飞 全是打把把银腿 把银腿 胸前的红花 云彩笑 雨派的歌声 满天飞 雨上满梅笑 雨上满梅堡软 一块的歌声满天飞 一二三三 好 哎 哎 战友们 各位老师们 那边的演出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一起去看演出好不好 好 走 我的家在东北 从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遍遍 大栋高粱 山大青山的水堂 门前两颗大白羊 鸡城城地里巴根儿 一间小草庞大 哎哎哎呦 我爸爸有事没事 总想喝点酒 就算是没有菜 那也得喝二凉 大碗茶大碗油 昨天有车在两旁 五鬼手溜溜溜 烧灯满汤啦 哎哎哎呦 哎呦 我一家在东北 从花江上那 那里有满山遍野大洞高粱 像那青山的水旁 人家两个大白兽 去城门的黎马苑 一间小草房啊 哎哟 我定家在东北 亲爱的战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 过年好 我是 这双电视台军事节目主持人 魏晨霞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卓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演员程素 我曾经在特种兵之虎 凤凰中扮演教导员 谭晓琳 加油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何达 我是特种兵第一部当中的 耿机辉 第二部当中的陈善明 第三部当中的 袁宝 加油们大家好 今天呀 我们军医大百年节目组呢 和往年一样啊 组织了我们的艺术家 到边防海岛 哨所呢 去慰慰我们基层的战士 我们 先掌声热烈 欢迎我们今天的 小分队的部分成员 来 特别介绍一下啊 姚洪君老师 掌声 doom 韭兵 王岳 楚海辰 李继军老师 王凯老师 今天我们和中国文联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众多艺术家们 专程来到位于河北保定的东北抗连英魔部队 为我演出 跟大家一起过年 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 首先我们全体演员给大家拜年了 有一部电影你看过吗 我觉得你这年龄可能差不多 是吗 我这么小能看过吗 杨老师肯定看过 七夕看过吗 看过了 这个我们其实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看过的 他们大概都赶不上了 对 七夕呢 讲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 说的就是他们所在的诗 叫飞虎诗 对不对 飞虎诗 今天终于找到亲人了 他不知道 年轻 那部电影呢 我说实话 我真没看过 但是我知道咱们这支部队 就是今年93 抗战胜利日 阅兵式上 抗战英魔部队 方阵中的一支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何大家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们确实在电视机前面看到了我们的战友 你们的表现太棒了 当时我们也是跟着我们很多艺术家到了阅兵训练基地去慰慰演出 有没有啊 有 你们在场吗 那我们就是老朋友了 要说起老朋友 小贝 其实今天众多的艺术家当中 有一位跟在座的战友也是老朋友 他经常的一个人敲着锣 打着鼓 放着鞭炮 开着飞机 动着火车 一个人 吱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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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就来 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口技表演艺术家 李进军 掌声 欢迎他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吧 你看刚刚你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今年是在电视机前面看到了我们战友们在阅兵式上精彩的表演 那么我想问你一句 作为一名军人 如果你参加了阅兵式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这样 我自己认为我的身材还是可以参加阅兵的 对不对 如果说我能参加的话 我觉得首先是光荣 要是在现场的话会特别激动 反正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词语能形容 如果我能参加阅兵式的感受了 这是你心里想的 对不对 对 那么你是不是特别也想知道 我们参加的战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当然想了 好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们战友们的心里话 太久没有回家看过你 好像只顾你只说短的雨 听说那天里 疏似的影响电视机 索性放对立儿子的足迹 索性放对立儿子的足迹 太阳早已坐上过几层屁 亲爱的我不肯 只想要娶你 我想告诉你 谁没想过要放弃 但要紧牙关在进去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只为对得起自己 我想告诉你 这样告诉我自己 总是到山河迫害 也要勇敢地走下去 只为了不辜负你 当兵莫问我归期 保卫家乡保护你 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群 曾经在八四年 第一支授月的女兵方队 她们用自己特殊的方式 为我们的授月战友们 加油助威 你们还记得那个视频吗 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集中在了一起在航驳 什么独特的方式就是正步 正步快闪 用这样的方式集合起来 为当时正在训练的女人 加入最威 一次野兵 东山少议 让我们一路让狗 走下去 我们的几位女兵 也来到了我们的战友当中 掌声欢迎他们 哇 来掌声把他们请上台 来 走介绍一下 我叫董迅 大家好 我叫焦迎春 战友们 大家过年好 欢迎 我叫刘鹏林 给大家拜年了 欢迎你 我叫孙雅斌 大家好 再次把更能够的小声送给他们 特别高兴 因为大家都从视频看到你们了 当时现场气氛特别火爆 我相信你们呢 也通过电视看到直播 看到他们的那种英姿了 今天到这来 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呢 给大家带来了祝福 我们这个祝福呢 是我们35周年 国庆授业女兵的一个签字 一面红旗 因为刚才呢 见到两位战士 我问他们 我们说你们都是哪年生的呀 然后他们反过来问我 你们是当兵的吗 我们说是啊 完了他们说叫姐姐 我说不对呀 叫阿姨 他们问你们是哪一年的 我们说我们是84年阅兵的 然后他们都笑了 哎呀我们还没有出声呢 但是今年在电视上 看到了你们英姿煞爽 通过天安门那时刻 我们为你们感到 骄傲和自豪 战友们 咱们现在展现一下 我们给你们带来的祝福 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哦 签满了名字 上面有425个人的名字 是他们整个方队人的签字 题字上写的是 一次受阅 一生光荣 词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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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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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